現在我們開始要上的東西叫壓力 第一個什麼是壓力 這裡有兩瓶水 你發現乙的凹陷比較多 夾的凹陷比較少 那我們說因為這個是裝的是全滿 這個只有裝的是半滿 所以夾的水比較少比較輕 乙比較重 所以凹陷多凹陷少 這樣解釋合理 但是換這樣 就發現這兩個都裝全滿的水 可是凹陷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顯然跟重量沒有關係 而是跟這邊的所謂的接觸的面積有關係 這就是所謂的壓力 所以什麼叫壓力 壓力就是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正向力的大小 正向力是前面交摩擦力的時候交過的 正向力就是垂直接觸面的力量 那叫做正向力 我們講過你的考試的題目裡面 大部分都是重量 那不一定是重量 不一定是重量 所以要注意它這裡是正向 垂直接觸面的力量 然後單位就是平方公分克重 就是我們國中目前為止交的單位 所以壓力就是單位面積中所承受的正向力的大小 這樣叫做壓力 壓力就是壓力的公式 P等F除以A A分之F A就是接觸面積 F就是正向力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任何情況的壓力計算 任何壓力都可以用這個公式算 只要你能夠知道面積 只要你能夠知道正向力 就會帶進去求我們的壓力 壓力不是力 台灣的中文翻作壓力 所以有人以為壓力是力 壓力不是力 大陸翻作壓強 不會有這個誤會 可是也有人覺得壓強那個名字很爛 沒有關係 反正台灣就翻壓力 但壓力不是力 所以我們這個圖上面 這個人把那個原子筆 尖尖的跟平民的一起壓 一起壓的時候 力量是一樣的 合力等於0 可是你的感受是 今天這邊會比較痛一點 平民這邊比較不痛 因為今天那邊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面積比較小 所以壓力不是力 壓力不是力 注意 壓力跟你的意思不一樣 那麼這個簡單的計算 好 那小明呢 有60公斤重 躺下去呢 面積是0.6平方公尺 算一算呢 就是每平方公尺100公斤重 A分之F 帶進去算就好了 所以固體壓力就很簡單 就這樣算可以了 那這個是躺的時候 如果呢 你屁股坐在這上面 這時候人的重量還是一樣 60公斤重 但是面積變小了 只有0.2平方公尺 所以算它要300 就發現面積比較小的壓力就怎樣 比較大 如果我們的受力一樣的話 就是我們要講這個正比跟反比 如果我的力量一樣 那麼接觸面積越小壓力會越大 表示面積跟壓力成什麼比 反比成反比 那如果我是面積一樣 那麼就表示力量越大 壓力就越大 表示正向力跟壓力成什麼比 正比 那我也在當初在教基本題 這就跟你說過了 不需要特別背 你只要看公司 一看就知道是正比還是反比了 你看就知道這樣 所以不需要特別的背它 那麼考試也會有這種題目 好 同一個東西有三個面 然後不同面擺上去 請問你壓力幾比幾 那就是面積成什麼比 反比就比出來就好了 這一次考試有考的題目 那壓力有的時候我會希望能夠減少 有的時候我會希望能夠增加 像這個是希望能夠減少 站在彌力的路上 我希望減少壓力 可能會踩下去會陷得更深 所以呢就鋪個板子 幫助我行走 增加面積 明天過後裡面有一段影片 也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不播 因為我去年錄下來 上傳YouTube之後 就說版權所有全球進播 所以不行 所以我就不錄 剛才放給你看 然後我就不錄下來了 剛才放給你看 那個是希望能夠減少壓力 但有的時候我會希望怎樣 增加壓力 你們買那個飲料的時候 附了一根吸管 需要有一根尖的對不對 呼 就戳進去了 因為尖尖的面積比較小 壓下去的時候壓力比較大 就容易把那個膜給戳破 你就可以喝到你的飲料了 所以我需要能夠增加壓力 女子防身術呢 有一招 就是拿個雨傘戳人家 為什麼拿雨傘戳人家有用 因為雨傘頭尖尖的 這樣戳下去的時候壓力比較大 或者有個類似的狀況就是那高跟鞋 有人喜歡穿那個酒杯跟那個高跟鞋 如果你被他踩到你就痛徹心批 為什麼呢 因為面積很小壓力很大 所以拿起來 拿一招人家小的也不錯 可是面積小壓力大 傷害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一些應用 有的時候希望能夠增加壓力 有的時候希望能夠減少壓力 OK 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壓力的觀念